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行, 我肚子餓 我一定要吃 吃了就是犯罪 有吃不吃罪大過敬 吃了就是放棄夢想 一個人沒有夢想 跟鹹魚有什麼分別? 不吃就變成鹹魚了 你吃了怎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餓死了怎麼對得起你娘? 這裡大蒜茫茫 就算吃了也沒人知道 原則不可以當飯吃, 吃吧 我告訴你們這件事一定要保密 就算有傳媒查詢也不可以說 行了, 總之這件事 跟大學的報告一樣 做完之後沒有人需要負責的 吃吧 對不起, 家明 雖然我們這麼好的朋友 但是他們太餓了 就是這樣 我們在雪山之上 吃了一樣改變我們命運的東西 家明 真的養了你這麼久, 不知道你這麼好吃 是… 加了茄汁, 味道更鮮 很奇怪, 吃了茄汁 對, 當雪糟嘛 如果你的齋餅總還在 早知道不用吃, 家明 你別搞錯了 你早點說吧 別說出去 就是這樣, 我們吃了蛇 有人很內疚, 有人迷失自我 有人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這是我埋在心裡二十多年的秘密 打算在家裡地下掘個洞, 把洞藏起來 怎麼現在全都讓開了? 開門… 沒錯, 大家聽到那個棒棒的聲音 開門… 就是強權和制度底下的代表 那些市民和記者說要強行進我的房子 測觀我的潛建 開門, 你告訴我那個泳池洞 究竟誰叫你開的?是不是陳振洞? 那個是不是風水洞?快點說, 開門… 我怎麼都不會開門的 除非這樣, 我當了特首 就像開放禮賓府一樣給大家參觀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我真的很想服務市民 我現在要打電話來點唱 我要點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給你老婆聽 我太太最喜歡的就是王妃的鵝原意 男人除了有肩膀 最重要是會回頭 你退選吧 你知不知道 現在曾主席和葉太太 每個人都打算拿你的位置 你走吧 我不管 我會繼續叫人上街給我票 賺我的walk and roll精神 什麼walk and roll精神? 就是跟著爺爺的路線 然後walk 沒有立場, 方便快捷 我以為你說的walk and roll精神 是說你家裡的狗 全靠牠們一路走一路走 我們才知道 原來你兩間屋中間是有路的 我正想告訴你 七號單位其實是一間狗屋 是給我的狗住的 地上那二千隻的洞 其實是狗洞 是我的狗 趁著我夫妻感情合入低潮的時候畫的 當我發現的時候已經畫深了 還帶我幾箱的紅酒進去 我老婆怕大家怪罪那隻狗 所以就出來一力承擔 要怪的就怪我們泰式那隻狗 厲害… 這城市是罵, 你看嗎?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已經改行這個walk and roll精神 就是說獨立、反建制、自主 我們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來的 我們每一票都有自己的意思 我們不會再捆綁式投票的了 我提名你不代表支持你當選的 必要時我們提名你之後 是未必會支持你的 我們可以say no的 walk and roll never 做男人就要有肩膀 做公職就要有腰骨 有肩膀, 有腰骨 有肩膀, 有腰骨 七號弱道的地庫 是我負責裝修和計劃 在這件事上 我是會一名承擔, 承擔, 承擔, 承擔的 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一手搞出來的 他也是我一開始 我可以示範一下 我這個意思 你娘恆氣 要承擔 她是個好人,你不可以當她是壞人 希望你們給她一個機會 出錯,你也願意去忍 然而誰亦早知,不會落塵 偏偏你願意等 因為我聽到這個問題時 你住的那間有否地下酒窖 不是問我有否違規建築 那個洞其實有多大,寄深,裝了甚麼 如果你這樣說是9至10,000 有否外混淆的小事情 是可以裝雜物的 那個圖織營度有激人影院,有浴室 是否真的有浴場 是不符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印象見過那張圖織 現在基本上都是用來做儲物 我所說的全部都是事實 我所說的全部都是事實 雜物房裏面放了很多東西 有否舊的紅酒瓶,可能也會有 酒是用來給你品嘗的 對我來說,最主要考慮的問題 是到底我能否做得好 如果真是有機會當選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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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矛盾就是我就是不想讓人覺得 我躲在那個女人後面 說明君子之爭 跟著劇本來打 好,開始吧 你越扶越貧,你沒有人口政策 你偷偷買紅酒 怎麼真打 說明借位就鏡頭 借位?我要上位 大家當年吃完同一條蛇 你怎麼給我內鬥 蛇無頭不行,我要做蛇頭 我告訴你,中央已經給我搶了 今天我狼牙鷹爪就要鬥你紅酒醉拳 為人家出手 就是人家出稿,還有人給我出賣稿 你真是十年前沒有新報 你…你十年前吃蛇丹,你有沒有新報 你有沒有新報,有沒有… 你有沒有,你各屋,你有沒有 我最重視的是新報,你沒有新報 我不用新報 你不用新報 你不用新報,我有,六塊錢 你是不是要了 你這次… 甚麼意思,你沒有新報,沒甚麼 你走開吧,我要跟你打 我是不會跟你打的 你不要走 我跟你打 你走開 我是評審員,同學參賽者 沒有責任,沒有責任為查證 與其有聯繫人士有否參加本比賽 而作出任何查詢 你完全是一些責任都沒有 只是被諸署單獨的責任 不,即是不可以自己提高敏感度 或者在事件當中是否沒有疏忽的 我是完全根據評審委員會 他訂的那個申報的要求 來做申報工作 根據資料顯示 評審員,如果他們是某公司的董事 或者是大股東 他們都是有責任要查證 他們那間公司有沒有份參與那個比賽 如果公開了所有的資料 我們一方面要取得161參賽隊伍的同意 這些商業上的保密資料 我們是必須尊重的 這個能將宿閣的背後 我們看到的確兩個建制派的合宿人 是有很多誠信的問題 這個不能夠我們面對 有這麼多人 我同意誠信是十分重要的